成都解封不解防 三级预检分诊 严格闭环管理 11月23日 成都全域降为低风险地区 城市烟火依然在疫情远离市民的同时 有一群人仍然坚守防疫一线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院赶部部长介绍 为了做好常态化防控工作 该院始终在严格执行三级预检分诊 针对发热门诊 事宜医院还执行了严格的闭环管理 例如所有来院的患者和陪护 必须到指定的出入口进出医院 同时落实预检分诊 手诊负责治等工作 段小飞说 所有的病区均实行24小时门禁管理 患者不得随意外出 如果必须外出检查或转科 需要平端门万代进出 陪护也均需根据核酸检测报告办理陪护证 不得随意离开 第一是患者的就诊流程 要形成闭环 整个诊疗过程要在发热门诊的区域内完成 降低疾病在院内传播的风险 第二是对工作人员的闭环管理 当工作人员接触了阳性患者后 需要隔离一段时间才能继续工作 预检分诊在医疗机构分成三级 不同的医院会根据实际情况 来开展三级预检分诊工作 医院感染管理科 及医院感科 于大众而言陌生又遥远 但却是医院确保医疗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一年来 郭华能睡够 睡安稳的夜晚趋值可数 高强度的工作之下 每天的平均休息时间仅四五个小时 在呆院 院胆科还承担着可疑病例流行病学调查 疫情数据收集报告 传染病报告 协调协助辖区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 病例实验室检测结果追踪 协助病例转运 指导清洁消毒和医疗废物处置 指导医务人员个人防护等工作 肯定是检测的 我们中国葉劳应